這隻是燒乳豬 那天我買給你師傅吃的 可不可以我買這隻? 不是你對我這麼好嗎? 你只管口說 你不要說我師傅這麼賣 不是師傅 就是有來有禍 很重要 做人一定要有來有禍 你經常拿人作素是沒有意思的 有來有禍 這隻本來我們上星期吃過一隻 就是在柴灣附近 那間是新桂香 那間的燒乳是不錯的 新桂香原來是叉燒最好的 是的 我知道是叉燒最好的 你知有個我老友 是太子 你知誰 他就說一定要去那裏訂 我就訂了 通年哥嗎 一千一百一隻 一千一百一隻嗎? 那間 那間 兩條街就是這間 這間有多少隻? 8塊 其實不太貴 不是很貴 你計算個比例 大家都買豬回來 不是你養的 不是奧地利運來 都是大家養的 只是那些豬 差幾塊錢很重要 明白嗎? 差三百元很重要 差三成以上 你也懂得計算嗎? 我生意人 真的 這樣不懂計算怎麼辦 後來買了這間 我吃完 然後他說 對呀 我當然可以 每間店 每間店 有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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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未必 不是飯飯最好 不是 我終止是怎樣 我不怕吃貴的 但我最怕吃貴的 那樣東西不值 而我吃貴的 那樣東西不值 然後我吃貴的 好美 那餐我不在 八個水 那便便宜了 以後 一說起乳豬便會來這間 就不會去那邊 不是錢錢的問題 都是上門 原來這間店 就在柴灣地鐵站出口 走前一點 柴灣地鐵站 對 私出口 走前一點 有一間公廈樓下 可能租租便宜 公廈下半 名字可不可行 可行 又叫德興燒臘 德興燒臘 德興 不是做火鍋嗎 不是 原來這間德興 就是我以前 和家權都去過 在香港仔 又有燒臘店 又有做潮州菜小炒的 有人想到我聊一聊 那位師傅出來 他問為什麼 我來這裡 原來是和那個集團 和那個老闆 他也是從香港仔過來 他說 是啊 這裡也是和我們公司 那我還有信心 現在我習慣了 我在柴灣 我朋友打完冰球 今天想想吃什麼 現在是訂定 燒鵝 或者金錢雞 或者燒雞 麻煩你訂定 然後還有多少 變成了 有一種親切感 因為原來是在香港仔 吃開就來到這裡 對 很多時候吃東西很壞 吃開那間就那間 還有價錢也實際 還有那些東西 不要自己難為自己 我們做食品的東西 明明不好吃 不要說好吃 害死人 不是害死人 人家都去完之後罵你 不就是了 不就是了 這樣就不好吃 但是有些就不是 很難說 你又不要怪人 譬如 有些 蔡蘭先生介紹給人家吃 去去吃就好吃 大哥說了 他沒有錯 我大哥去做都不告訴別人 我只想試完 他沒有錯 但他知道他是你來 當然 最壞的是 你去到他特別招待你 優惠你 大一點 好一點 那就等於 我去陸遇 別人在這裡 老闆黏在一起 當然好吃 對 這樣就沒有辦法 大哥 要別人我 除非兩個我 我喝什麼辦法 別人給你沒有辦法 因為我要別人給我 就是這樣 就是你師傅這樣 很招職 就走 那怎麼辦 我有一時跟朋友 你吃叉燒去那裏 我吃叉燒去那裏 我只要去街行街那裏 我去到那裏 人家認識我 我差不多每個月去兩次 人家認識我 那就做叉燒 當然是靚一點點 問題就要在這裏 是 就是叉燒裏面 有肥有半肥瘦 有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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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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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口味不同 那你哪裏 但是那一方面 就是一方面 我們做食貧皮 自己有中指 總之吃到口 我又不是刻意去請我 我總之覺得是好,就說好,不好就不好 你第二天買了,為什麼這樣,不關我事 對,不關我事 我跟大哥說,我也要排隊 你神經病,排隊 你不排,我不排 這星期我又去師傅,看看這星期有什麼 這就是雞卵 那雞卵很好吃,上星期我吃了 那你怕不怕死 神經病,多好吃 那你就知道就好了 你是否要營造金香 當然是金香 那雞卵很棒,原來又是那間出來 我就吃了,這麼好吃 平時吃不到的 但這些你要早點跟他說,因為他賣得很快 他不是說,我只是訂雞卵回來給你 是要燒雞,或者吃湯完雞,剩下這麼多 有這麼多,賣完就沒有了 好吃的雞卵 這些我都害怕的,所以我都是一塊起兩塊 但是吃下去,回味,很棒 你還怕什麼呢 你不用怕 什麼都要吃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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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節制 你這麼怕,你就不會死嗎 也會 我真是很服 有一句,智李明言 人睡覺,第二早起床就一生 人睡覺,第二早起床就一生 睡覺,第二早增加東西 睜眼睜開 一天,睜眼睜開就一生 這次回來香港這句話真的要記住 明白嗎 就是這樣解釋 那你怎樣呢 你很長命 住在醫院 住十年 那份三 短一點好過 但有些不到你選擇 對,不到你選擇 這就看你有沒有福氣 不到你選擇 對 你自己 就是那一剎 你能夠 做人那一剎 我就享受這件事 活在當下 你不要經常說 那些不吃 那些不吃 我什麼都吃 只不過是多夠小夠 你要我不吃很難 因為我很餵食 那些行人都知道你雜食 班哥語大相關 雜食 我不敢認 你說雜食我不敢認 這個是什麼 花膠 這就是我們叫做花膠桶 整個桶 你明白嗎 軟的 但有些薄些有些厚些 很多款 花膠有幾百種 但這種花膠桶 市場就叫金龍膠 是桶來的 很大隻 你不要以為 整張硬尺那麼長 手掌那麼長 還要長一點 還要長一點 一斤只有五隻 很大隻 很重 很厚 我發了去跟朋友吃 又是上個星期 哎呀 那個真是很棒 這些花膠桶 可以夠 多少人 夠八、九個人吃 真的很大隻 我們看到的 有一件 有一件 加兩個龍躉扣 對 兩件龍躉扣 哇 這個真棒 對 對 對 左手邊那兩個 就是龍躉扣 右手邊就是花膠 上面是冬菇 夠不夠大 夠 有幾個厚 你知道嗎 是啊 阿基哥呢 煮的東西 他有些不同的汁 譬如這些 他放些什麼 鵝掌汁 鵝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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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花膠早就要拿給他的 發花 基哥教我 發花膠要兩天 是啊 是啊 那你說我 為什麼我沒有朋友 那也是 那些朋友 聽見班哥 真是好東西吃 你煮完要焗 要焗四個小時 然後又要再搬 還可以請人吃 那是 班哥你什麼時候 我都會 我這些做小的 那些後輩 我什麼時候 找人 但是我最不知道 就是 應該去哪裏買這些食材 什麼 你有錢可以的 錢我這麼多 不用你扔多夠錢兩回 你扔多夠錢 班哥來 弄兩口花膠 他幫你搞定 不用說那麼多 我經常想 我想吃好東西 但我不知道去哪裏買好東西 你認識我 又認識你師傅 你不知道 你就自己刮自己 砍頭賣帳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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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